那你不是说父母不同意我们交往吗 我现在跟他们断绝母子关系了 我说那你不是觉得跟我在一起没有面子吗 没事 我现在不要脸了 这很好笑啊这个 我早说过吧 这句话不仅有马后炮适合诸葛亮的意思 而且这句话一而再而三的重复之后 它就会变成一种说教式的俗语 比方说不听老人也吃灰在眼前 有这样一句话啊你们肯定听过 等你们工作了就知道读书的时候有多快乐了 听没听过 听过啊 那读书要是真的这么快乐的话 就不应该叫寒窗苦读 应该叫寒窗快乐读呀 那你就看到教室里面有个学生抱着一本数学书 读着读着就哈哈哈哈笑 X加Y等于一课真太好笑了 而且照这么说刘吉思应该是最快乐的 因为他的快乐又续上了一年 感觉就像打开了一个中奖的瓶盖 哦吼再来一年 我想走点上去给大家领袖 因为我是我们节目非常出名的领袖员 我呢听过了很多 我早说过吧 我真的很不喜欢这句话 因为这句话总是充满那种居高临下的指点 可是为什么总是要指点别人啊 你以为你是一阳指指一下别人就能通透吗 如果下次再有人跟你们说 我早说过吧 你就跟他说你早该闭嘴了 你再对我的人生指指点点 小心我对你羞羞减减 别人生指点点 所以